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间内的家具摆设必须配备特殊安全措施 ASCP-134已经相当习惯房间内所有物体的位置 并且大部分时候通过记忆来辨认方向 ASCP-134的房间目前包括 一张带床垫的单人床 一套粉色的床上用品 包括床单、被子和印有Hello Kitty图案的枕头 尽管失明 ASCP-134可以感觉到印刷图案 并且显示出了对这种图案的偏好 一个衣橱和一个带抽屉的柜子 内含超小号儿童衣物 所有的抽屉都带有点字及突出印刷的英文标签 一套玩偶之家玩具 包括玩偶和内部陈舍 八只填充动物玩具 三只猫、两只狗、一只长颈鹿、一只海豚及一只熊猫 一套儿童点字读物 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 一套手工一台 包括黏土玩具和积木 ASCP-134可能会要求的任何其他东西 都必须先经过一个 擁有三级以上许可权的工作人员许可 如果房间内添置了任何东西 必须提前通知SCP-134的照看者 以使SCP-134对环境中的新要素做好准备 SCP-134应定期受到与其年龄水准相符的基础教育和点字教学 描述 SCP-134是一个到 岁之间的亚洲女孩 黑色短髮、体型单薄 项目在很多地方都表现正常 并且拥有人类儿童的一切生理需要、食物、睡眠等 然而SCP-134的眼部是两个黑洞 覆盖一层外观与人类眼角膜相似的透明薄膜 眼科测试显示 这层薄膜的弹性是普通人类眼角膜的150-200倍 SCP-134没有眼瞼所以不会眨眼 也不能通过此黑色区域失误 对SCP-134眼球后方的检查失败了 因为没有发现视网膜 在普通光照条件下 它们呈现为漆黑 但是在黑暗中 在其中可以看到非常暗淡的光芒 进一步的长时间曝光摄影和光放大测试 显示光芒实际上来自星球和星系 星系可见 似乎通过SCP-134的眼眶 可以一定程度的望向遥远的太空 基金会天文学家博士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但是时至今日没有辨识出任何天体 声纳测试在SCP-134的颅骨内 没有发现异常空箱 但是证明了确实存在 眼眶是本地端 而星系空间是远端 试差测量表明远端的距离 约为20-2000公区远 并且以光速的20倍到40倍的速度移动 这种情况 与SCP-134的位置 动作或星辰代谢没有任何联系 光谱分析显示 是远端周期性的 新位置 原因目前未知 变化的最短周期是6天 最长间隔是5个星期 截止目前没有观察过进行中的转移 SCP-134没有显示出任何有敌意的行为 而且似乎对自己不自然的状况一无所知 SCP-134显现了于患有高度自闭症的儿童相似的症状 包括固定的行为模式和对变化的抵触 针对这点 为SCP-134配备了一位儿童教育专家 以解决这些问题 专家提出适当的儿童教育需要一个私人名称 并且昵称SCP-134为Stella SCP-134已经掌握了被SCP变号称呼 而经营身体测试之间的联系 并且在之前称呼他Stella的人 以变号称呼他时 表现出沮丧和消极合作 因此 不建议人员以他的名字称呼他 除非想把与SCP-134之间的互动限制在谈话层面 专家随后被解雇 因其对于分配给他的SCP 产生了过于亲近的关系 任何被发现称呼SCP-134为Stella的人员 都会被严厉殉取 当被问及他的眼睛时 SCP-134声称对于其畸形没有任何认知 即使是在被允许感受正常的人类眼睛作为比较之后 目前SCP-134没有资源提供任何关于父母和身份的资讯 尽管在被基金会寻货时 SCP-134被称为 SCP-134被证明温顺合作 因此工作人员必须显示出 像对待其他客人一样的正常礼貌 基金会基于一份关于一个激情儿 被遗弃在日本横滨的 孤儿院的报告找到了SCP-134 在20年将其置于监护之下 那时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声称SCP-134有 从那之后 SCP-134学会了英文口语 以及已经掌握的日语 并且展示了对点色的熟悉 而对她的教育还在继续 以上就是SCP-134 简单来说 SCP-134是一个小女孩 眼睛是黑色的空洞 她的眼睛似乎以某种方式与宇宙连接 能够透过她眼睛看到太空 而她也因此完全失明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算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为SCP-134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